韩国队他们自己商量的 如果说就是像马晋 他现在他基本上不太往前不太会发力 那我给你中班长 其实我的站位要靠前 对吧 去准备 他现在就是他又怕你去打 然后完了自己出这样的球 自己又不去准备 这个球合成推直线还是推得比较好 对 还是两个分球 但是已经到了17比19 这个比前面来说 徐晨和马晋的机会会更好一点 这回注意了防守 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徐晨和马晋的 配合不够熟练的一个空档 他其实这个线路上 可能我们在处理球场 其实还不是那么合理 就是因为都是在被动中去救球 所以球很多都是顺势地打过去 其实对手也知道 马晋喜欢抢网 他其实就盯着你的一下 打你身后 韩国队把马晋限制在后场 轮转 韩国队反击 韩国队这个分他还是很成功 他把马晋拉在后场 我们的轮转比较勉强 比较勉强 其实他们现在就像 虽然知道发后场 可能也会造成自己的直接被动 但是因为发往前 我们占不着便宜 而且发往前像马晋介发球的这种线路 也比较多 让他比较难受 所以他只能冒险去通过发后场 寻找一些这种机会 韩国队追上了19平 还是发后场 连续发三个 这个 就是你这种东西就是 你不能老实用 你只能 后场本来就是个偷袭在双大比赛里头 而且你现在他发的是徐晨 徐晨我前面一拍我可能没有公私你 并不是说我没有准备 也许我可能自己没有公准 或这个点没有打准 但你还再来的话 其实你首先你自己压力就大了 再加上 本来徐晨的进攻就还是比较硬的 中国队的局点 高承转的这个接发还是比较好 然后连续衔接的第四派的这个 压中路 压这个中场 现在到了高承转发球 哇他这个反抽这一派 对 造成徐晨挡出键 对 徐晨他刚刚的那一拍 我觉得相对来说处理上面可能有所欠缺 他第一他自己人重心没有上去 而且这个球的弧度有点偏高了 这又不好办 挑起来成人被动先防守 耐心的防住好球 对对 现在就不要着急 一定要耐心 现在你被动了 你就得顶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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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徐晨挡马进确实很耐心 就是在被动情况下 我就是承认被动先让你孤 耐心的防守 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去硬抢的话 其实人家这个气势也上来了 你不太好去抢 你这个时候你 说的不太好听点 就是你就必须去死顶这个球 21屏 在徐晨发球 高程券接发球 机会 哎呀 我们也是出现机会的时候失误 这个球看的真的是 一般这个由于比分 到了这个分数 你确实心里不可能没有 而且这个球可能 马进也会觉得 其实有点高了 他其实可能还是想发力来着 但是他要灌输他的这个 战术思想 有点犹豫 对有点犹豫 双方都出现了机会 没有把握住 韩国队第二个局点 霍正恩发球 看这回霍正恩发什么 还发后场 但是给马进 追回防住 中段场抽 再封 连续封 徐晨中扣 再封往 哎呦 这球可惜 对